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这一节以及下一节我们更多的会讨论一些政策性的问题 我先介绍我们这一节的三位专家 梁岸博士是香港立法会的委员 立法会的议员 华润集团粤港澳大湾区首席战略官 华润创业董事兼副总裁基本法基金会的会长 李博士发言以后可能他因为有事要早点离开 所以我们下面的讨论他就未必能够参加 有请李博士先前发言 各位来宾大家好 谢谢一鸣的介绍 首先抱歉因为立法会今天临时有个议案 所以一回就要赶回去 所以先给大家做相关的报告 我的报告的内容在准备的时候想了很久 因为讲到金帽等等 我知道了后面两位的同仁 他们也会有很多的数据给大家参考 关于这十年来一带一路的整体的发展 很多数据的发展等等的 所以我就回过头来看 已经发展了十年了 究竟一带一路在我们国家的整个国际化 以及外交政策里面 是站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以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就从这个最根本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在我们那个国家的中国特色大国的外交里面 有几个方面我们是必须要知道的 首先第一 就是我们的原则是什么 我们的原则 我们的外交政策都是为了民族复兴 以及人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和平发展等等 来努力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大原则 然后当中有五个重点 这当中就包括我们需要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 以及清洁美丽的世界 这个五个世界 对应了五个坚持 是我们的五大重点 然后同时间我们有 一些的共有价值 这共有价值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 包括了和平发展 公平正义 民主自由 然后在这些基础上呢 我们提出了三大仓议 这三大仓议呢 就包括我们的全球发展仓议 全球安全仓议 以及全球文明仓议 好了 我们有了一些背后的backbone 一些理念了 我们有了一些仓议了 有一些价值观了 那我们如何把我们这些主张 给实现出来了 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实践的平台 而一带一路就是我们实践上述的 从原则到五大重点到共有价值到倡议 的一个实践的平台 所以我们从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带一路 在我们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里面 所占据的位置 以及所扮演的角色 应该是怎么样的 好了 这个是一个第一个基础的背景 给大家介绍 第二个给大家介绍了 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我们那个国际的形势 究竟是怎么研判的 有三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第一 我们正在处一个百年的大变局当中 而且这个大变局还扎书眼镜 同时间呢 因为这个变局扎书眼镜 导致的结果呢 就是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动荡的变革期 这个变革期呢 会带来乱和变 乱在什么地方呢 乱在首先第一了 政治斗争非常的明显 我们可以看到啊 就是包括俄乌的战争 以及呢 就是国际积蓄 国际的那个价值观的体系 出现混乱以及崩坏 第二呢 就是安全形势 会有非常大的挑战 包括刚才所提到的 俄罗斯跟北约的对抗 实际上美国在当中所做的 就是所谓的弱俄控欧的一种 背后的想法 同时间呢 也在亚太地区的提出了亚太版的北约 然后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呢 我们可以看到 世界经济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呢 会处于非常脆弱的一个状态 而在脆弱的那个状态底下呢 我们可以有一定的扶苏 但是那个会扶苏呢 会出现有几个很重要的特点 包括 高的通货膨胀率 高的利率 高的债务率 以及呢 低的增长模式 这个呢 将会是我们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所面临的世界经济的这种脆弱的 扶苏的形态 最后呢 就是全球纪理的失衡 包括美国 在全球纪理的 那个 基地里面的那个地位的沙跌 以及联合国的核心地位 和作用呢 都会被弱化 这个就是我们所处于的 国际形势里面研判乱的一面 在这个乱的一面呢 另外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变化 最重要的变化呢 可以说是经济上面呢 整个平衡 整个实力呢 有所改变 亚洲将会处于一个 更加重要的一个 经济增长的地位 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呢 亚洲的已经占全球经济的 大概百分之七点六左右的 比分额 而且呢 已经成为这个世界 增长率最高的地区 同时间呢 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像那个金融中心 亚洲的金融中心呢 也逐步冒起 我们如果以 重要的那些金融机构所处 的那个 那个作为基地的 或者是有 那个他的那个 那个brunch 或者是那个地区的总部 我们来看的话 香港 新加坡 上海 深圳 在前十大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亚洲就占了四个城市 同时间呢 另外一个就是经济发展的动能呢 有很多的成果 慢慢不再陷入在传统的 那个西方国家 有很多的高科技的成果 都产生在亚洲 比如说像我们国家的 最近经常提到的 大家很热门谈论的 新能源汽车也好 太阳能的产业等等 其实那个很多变化 那个发展动能 都逐步呢 往亚洲 迁移了 好了 我们在这个大的背景上 我们可以看到些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了 就是我们国家 正在一带一路的 整个经贸的策略里面呢 正在构建一个 亚欧大陆的一个 统一的经济体 我相信呢 在今年的新闻里面 大家看这一点呢 应该看的还是比较明显的 包括那个 我们RCEP 东盟十国等等 其实已经成为 我们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 我们在亚洲也有中日韩对话 当然呢 目前那个中国跟日韩的那个关系 因为这美国的原因呢 并不是处得太好 然后中亚刚刚结束了 那个第一届的 中国中亚的那个峰会 中东的和平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个 缔造 那个亚欧大陆的经济融合 一个非常关键的 而且基础的一个条件 至于对欧洲和俄罗斯呢 我觉得从一个 外交的层面来看呢 我们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欧洲 我们需要 后来我们在推动主张呢 是激起欧洲的战略基础 因为我们对待欧洲的态度 是认为欧洲是两大文明 两大市场 两大力量的重要的一款 同时见呢 欧亚大陆的繁荣呢 也离不开欧洲 至于俄罗斯 我们跟俄罗斯的合作呢 是结伴不结盟的一种态度 好了 这个所有这些呢 就缔造了我们在一带一路 这个实践平台的所有的背景 那究竟 那个在整个发展过程里面 我们有些什么思考 或者是有什么什么困难呢 应该这样看呢 就是在过去10年里面呢 我们都是唯有在这个欧亚大陆的 那个整个一体化经济融合来做出努力 但实际上呢 从香港也好 从我们这个整个国家的发展态势来看也好 我们在业界可以看到 我们过去有两个大的方向 一个呢 是我们往中亚的这个方向去 但中亚呢 很多时候往往呢 我们都是基于很多的那种 政策性的银行 政策性的贷款等等呢 来促成很多能源类的一些合作 这个当然了 就是因为当地的这个条件啊 等等了 思想化程度啊 都是不是特别特别高吧 另外一条线呢 应该说就是往东南亚的方向来看 东南亚的总体来说 香港可以发挥的作用会更大 而且呢 东南亚我们可以看到 它整体的经济活力比较强 而且呢 思想化程度也比较高 所以呢 我们过去十年的这种纪念来看呢 就是中亚这条线 很多还是处于能源的 先于能源类的一些发展 造业 也包括很多是通过政策性的一些支持 来促成的 真的相对来说 这个市场化程度高的 应该是我们跟东南亚一些关系 所以呢我在这里了 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就以这个 最后一组数据吧 因为我知道后面两位讲解了 也可以有很多数据给大家看到 作为我今天的结束 因为主要还是给大家一个背景的介绍 为什么有一带一路 以及一带一路在我们国家 究竟是什么角色 同时间呢 我们在发展一带一路的过程里面呢 我们究竟抱着什么样的一种逻辑 或者是一种原则去发展 当然我们自己呢 从具体的业务层面来看 一带一路占比了 不管是从整个国家的比例 已经占了三分之一左右的比例 同时间从我们 企业的角度来看 业务的重要性也越来越高 因为 我们现在目前去很多西方国家投资的风险 特别是政治风险是非常高的 政策风险非常高 我们很多时候往往已经 中国企业 其实现在目前并不是走出去的这些地方 更多了 是慢慢退回来 因为避免了有预后很多不知道的 会是那个不太确定的一些风险以及损失 好 我今天的这个介绍呢 就给大家汇报到这里 谢谢各位 谢谢浩然博士的介绍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请下一位方舟博士给我们做演讲 方舟博士是刚才讲的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的研究总监 方舟博士我们都是好朋友了 多年的好朋友 他上场 他的专长 我的印象中 他是做大湾区 在做大湾区的规划 包括他对香港 北部都会区的这个规划 他有多年研究的心得 但是他在一带一路方面也是专家 方博士担任全国港澳研究会的理事 香港北部都会区资讯委员会委员 深圳市政协委员及港区委员召集人等多项公职 方博士对粤港澳大湾区规划贡献良多 也是港深核套科创合作区和香港北部都会区规划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有请 大家下午好 很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一带一路的一些这个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来看 一带一路尤其是我们潮汕能够在一带一路的这个网络中发挥一个什么作用 刚才浩然其实已经把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背景给介绍了一下 那么其实我今天想讲的呢 想从一个更大的政治格局来理解我们的这个一带一路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两个大局这个池 这个是讲什么 就是说什么呢 其实是我们从一个是从内部看一个是从外部看 内部看呢 就是我们大家知道这个国家定了这个民主伟大复兴和全面现代化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目标 就是到本世纪中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呢 要实现这个民主伟大复兴和全面的现代化 第二个呢 是我们从国际的格局看啊 在中国在在迈向全面现代化的过程中 又面临着这个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啊 这么一个格局啊 那么这个格局其实这两者其实相辅相成的啊 其实为什么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跟中国的本身的崛起中国的复兴本身是有很大的这个关系的啊 我给大家比较一个数字 大家知道我记得曾经有一个英国历史学家说过 就是这个中国的现代化是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啊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 我也是非常认同这个这样的一个观点的 就是从工业革命到现在几百年了啊 我们看到在全球的这个人口中间 有多少的实际上真正迈入这个现代化的这个行列呢啊 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基本上还是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啊 那么大概把它开阔起来就是包括英语系的这个五眼联盟 就是美英加纽澳啊 那么加上欧盟加上日本啊 基本都在这里啊 这这人口加起来是多少呢 是大约10.5亿人口 也就是说人类经历了工业革命几百年之后啊 也只有大概10亿多一些的人口 在全球现在七八十亿人口中间 只有10亿多一点的人口 划入了这个就是现代发达这个经济的这种行列啊 但是中国一国就有超过14亿人口啊 如果中国这个实现现代化 那意味着什么 就是说比这个过去几百年啊 所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的人口的总和还多啊 那么这个第一本身对世界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第二对世界格局的改变呢 也是会有一个颠覆性的这个影响在这里啊 那么我们不讲大的就举我们这个广东省为例啊 我其实正好自己前不久算过一下 如果中国不出现大的一些动荡或者衰退的话 广东是一省 就广东大概现在是1.2亿人口 跟日本一国是差不多的啊 预计广东大概到2040年前后啊 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150 大约150年之后啊 广东一省的这个生产种植 就会超过日本现在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啊 那么这个其实是很像是对世界影响是非常大的啊 中国的一个省啊 啊那么能够超过日本啊 啊想当年这个 这个其实甲午战争是整个 中国其实在洋务运动之后这个跌跌入深渊的一个这个起点 就是啊 甲午战争之后 中国就进入一个非常动荡的这个时期啊 啊那么今天这个广东一个省就可以超过 很大机会在未来是这个20年左右时间内 就可以超过这个日本啊 那么这个这个这个成就是很了不起的啊 但是这都有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发展的这个模式 和西方的模式啊 或者为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的 威权等consensus的这个模式啊 是不一样的啊 那么所以很有意思的 这个当时特朗普川普政府把这个中国的现代化 用了修正revisionist power这个词来啊 这个词就是修正主义 因为原来是原来是中国来讲苏联的啊 现在这个美国把中国叫做修正主义啊 那么可以看到他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对中国崛起的一个一个心态和对世界格局改变的一种 一种他作为现有的世界最大的 这个最强的国家的一种恐惧感 所以我有朋友问我为什么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留意一下大约是2017年前后这个中央领导人提出 正式提出来这个讲法 很有意思的 我看了一下这个历史的数据啊 当1916年的时候 那一年正好是美国的经济总量超越大英帝国 就是我们讲大英帝国就包括他的殖民地啊 在内的整个大英帝国啊 那么差不多现在正好是一百年之后啊 一百年之后我们面临的一个局面就是 崛起的中国啊 在未来如果正常的话 在未来大概五到十年之后啊 我个人测算大概在2030年前后吧啊 那么中国的经济总量有机会啊 就可以超越美国啊 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这还是按这个我们讲的市场汇率计算的 如果按照这个购买力评价 就是purchasing property来计算的话 其实中国在2015年前后 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但是我们看 1916年美国的经济总量超过大英帝国 但是美国真正确立了全球秩序的霸主 这样的地位呢 是在二战结束的时候 1945年的时候啊 才成为全球无可争议的霸主啊 那么这个中间大概花了将近30年时间啊 那个二三这二三十年 大家知道这个世界是很很不很动荡的啊 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期 当时的大英帝国 并不是心甘情愿把这个霸主地位交给这个美国的 而是因为英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 他自己国力耗尽啊啊 啊这个不可逆转的把这个这个霸权地位交给了美国啊 所以这个当这个世界一哥的这个这个转换期啊 我们叫做过渡期呢 其实就是整个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最不稳定的啊 这样的一个时期啊啊 你看美国真正取代英国从经济总量超越到这个到全面超越 花了如果从16年到45年中间大概差不多将近30年时间啊 所以如果我们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到全面超越美国啊 可能啊也要二三十年的啊这样的一个一个时间啊 那么这二三十年呢其实是非常考验啊 啊就是各个国家的这个领导人的智慧的啊 啊如何让这个时期能够 这个不成为一个世界再次陷入混乱的啊和战争的啊 这样的一个时期啊 其实对全球啊都是一个考验啊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中国啊为什么要推出一带一路的原因 这个习近平主席呢 2014年在这个APEC会议上说 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啊 刚才就讲这个现在是这个整个是一个大时代的变化 全球未有之变局啊 大格局需要大智慧啊 其实呢 这个一带一路呢啊 其实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智慧 就是在面临美国对中国猜疑围堵封杀啊 这么样的一个格局之下啊 我们中国啊怎么透过一个广交朋友的形式啊 来这个逐渐的这个影响和改变原有的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啊 但是我们不像美国的模式 美国的模式是什么 就是搞军事同盟啊 就是拉了一帮小弟啊 这个在看到在西欧也好 在这个东亚也好啊 都是用那种拉小弟的这个这种办事来做的 而且他跟他的伙伴虽然是盟友 但是之间是一个不平等的关系啊 就是比如说即使像日本 日本已经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了 可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日本跟美国之间根本不是一个平等的伙伴关系啊 那么我们今天中国呢 这个推动啊 这个一带一路呢啊 实际上是通过一个广交朋友 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追求美国的那种霸权的军事同盟的那样的关系啊 而是呢最用一种平等的互相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办法啊 来这种和各个国家以经贸文化交流为基础啊 建立一种更加密切的伙伴关系啊 那么所以呢 这一个呢 我们讲的是一带一路呢 将是改变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我们国家这个通过一带一路来发展这个多边关系啊 那么对中国的整体外交啊 那么尤其是因为当时提出一带一路的时候 大家知道这个美国提出的一个所谓再平衡的啊 1415年前后那时候有一个再平衡的观念啊 实际上一带一路某种词段就是一个再再平衡的啊 一个策略啊 那么而且呢 刚才讲就是我们之间和这种一带一路之间的伙伴关系呢 啊是一个平等关系啊 而不是一个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啊 这一点是跟我们是跟美国啊 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啊 但是呢 因为美国现在他这个是这个这种地缘政治 这种零和游戏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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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念啊 已经深入这个深入老的啊 所以呢 美国呢 仍然把一带一路呢 其实视为一个零和的啊 地缘政治的这个这样的一个 认为是中国是在搞这个地缘政治零和游戏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而且呢 呃大力渲染呢 就是说这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这个陷入中国的所谓的债务陷阱啊 在舆论上打压一带一路啊 其实很多其实数据都看出来 比如说他讲的那些case 啊 斯里兰卡啊 斯里兰卡的负债中间啊 啊 其实欠日本欠美国的比欠中国的还要多 可是他就被美国渲染成 这个这个国家陷入了中国的这个啊 债务陷阱啊 那么所以呢 这些都是一带一路遇到的挑战啊 而且呢 客观上说一带一路沿线呢 部分国家呢 政治上是这个不稳定啊 中国在那里参与的这个项目呢 很也很容易成为一个政治 就是说他内部政治斗争的一个牺牲品啊 啊 那么这个呢 在过去呢 啊 也是有出现过的啊 啊 所以呢 在面临着这个新的挑战之下呢 所以我也想特别提一提 我们潮汕籍的华侨啊 可以在里头特别是通过他的网络和卵实力啊 能够为这个一带一路下一步的发展呢 做出一个特殊的贡献 我们讲这个 我们潮州人啊 潮汕籍的 三个一千五百万 可能我们潮汕相亲 都知道啊 这个其中 本土的住在就是我们讲的潮州汕头接洋的 大约一千五百万啊 在海内的 就是我们国内的啊 包括香港的 加起来一千五百万啊 海外的潮人 还有将近一千五百万啊 所以是三个一千五百万啊 尤其啊 是在刚才 其实我们讲很多人讲的历史 在这个东南亚啊 潮汕的这个潮汕的华侨啊 这个在东南亚建立了非常强大的啊 这样的一个政商关系啊 在很多国家的啊 政治经济生活中啊 潮汕人其实是起了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啊 包括我知道一些具体的这种事情 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到东南亚访问啊 有时候要跟当地的一些政要建立一些特殊关系的时候啊 都是透过我们潮汕籍的华人啊 作为中间人啊 去联系的啊 这样的一个一个通道 所以其实是在这方面为我们国家经贸合作和外交的卵实力的啊 这样的一个在在这个整个区域的影响呢 发挥着一个特殊的这个作用啊 但是呢啊 现在呢 客观上说 其实这个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我们国家中央政府呢 和我们海外的这个潮汕华侨啊 之间还是有个资讯不对称的啊 这样的问题啊 应该说我们这个潮汕及华侨的这个卵实力啊 这种网络的能力啊 还没有充分的这个发挥出来啊 所以下一步呢 其实我在设想啊 能不能建立一些机制啊 比如说国家的一些主要部委 发改委啊 商务部外交部啊 能够跟我们潮汕籍的社团啊 包括在香港也好 在东南亚也好 能够建立一种机制化的联系的这个渠道啊 那么国家想做一些什么事啊 或者想投资一些什么项目啊 那么怎么跟这个我们潮汕籍的这些啊 商界的民间的网络啊 能够结合起来啊 通过他们能够提供信息 提供人脉啊 为国家再走出去呢 这个发挥一个特殊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 那么尤其是在东南亚啊 那么我们经常讲这个一带一路啊 我们经常讲丝绸 就是这个路上的丝绸之路和海上的丝绸之路啊 其实最里头现在从国家的战略来说 最优先的这个战略布局的地方就是东南亚 它也是我们路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啊 过去我们印象很多 特别在香港印象这个这个东南亚只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其实呢 你看我们现在国家可能大家都有听说过 搞这个西部陆海大通道啊 西部陆海大通道的概念是什么 当时是新加坡也曾参与的这个项目 就是把我们的这个路上的丝绸之路通过延伸到重庆啊 广西的北部啊 再经过这个沿海进入东南亚啊 就是东南亚实际上 加上香港是路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结合点的这个地方啊 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国家现在在战略上最看重的 尤其现在有这个RCEP啊 这样的一些经贸协议之后啊 东南亚跟国家的这个联系会越来越密切啊 那么我们潮汕籍的这个华人呢 在里头呢会发挥一个更加重要的这个作用 好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位讲者是郑洪泰博士 郑洪泰博士是这里的主人 也是这次我们论坛的最主要的组织和召集人 有请郑洪泰博士 谢谢一鸣兄 谢谢各位到来 今天我本来是不用讲的 但是我们邀请的嘉宾 就是没办法直接来演讲 所以我就是按照用以前的我们做过一些研究的 那个是我和那个郭华一起做过的一个资料来和大家分享 我想刚好我们这个研究呢 对于今天这个演讲我估计应该更多的有个配合 配合是怎么呢 我们原本是做一个评估 那个时候是五年 那个一带一路的时候发展的一个情况的一个评估 因为一带一路就从推出来之后呢 其实在不同的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 我们广东话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讲法 有一些是主观的客观的 一些科学的 一些不科学的 那我们是想用一些西方惯用的一些资料 尤其是数据来说明它的发展 那我们就挑选了那个最核心的一个点是什么呢 是那个World Economic Forum 它做的那个叫做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 大家都知道一个指标 指标是有很多地方的数据组成的 如果西方这个指标其实它发展非常久 我们如果用这个指标可以看得到它一带一路里面的发展情况的话 就是可以用西方惯用的一些数据去说明它的发展 我认为这个是比较有利的 你要就是convince西方的人 也讲好你一带一路的发展的情况 用数据去说明是最好的 就是用西方的那一套 所以我们就用了这个指标来做一个主要的切入点去做一个分析 那这个的一个资料 我要简单的就是介绍一下就是这个World Economic Forum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背景 它是1979年已经有这个论坛在做 做一个世界的全球的竞争力的报告 那它我们用的部分呢就是2004年 开始它有一个全球的经济体的表现一个良多 那开头的时候做还是比较粗糙 后来越做越好 所以它的那个这个World Economic Forum 这个Global Competitive Index呢 在全球上面都是非常收到肯定的 所以这个数据也是认为它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如果你用它的因为不同时间它的进入去的经济体的数目有点改变 但是以2017年的一个为例了 它总共挑选了137个经济体 香港也包括在里面 所以它那个行概念是全球98%的一个经济的那个总量 所以它的代表性是非常几乎都是全部的了 那我们就利用这个数据来做一个比较 怎么按比较呢 我们是把它按照我们传统的一带一路地区和非一带一路地区 把它分出来 看看它的表现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们量多的时间 因为虽然2013年才有那个一带一路 但是它那个数据比较长远 2004年已经有这种数据 我们可以就比较了 所以我们比较长远的把它也把它的时间拉开 基本上我们挑选的零份是2007到2018 接近10年的一个时间做一个比较 那简单来说这个比较要怎么分呢 因为我们把它分开陆带地区 就是一带一路的和非陆带地区 那陆带地区按照传统的一个说法 有57个国家 或者是第七 那我们也把港澳台 中国大陆 我们把它贴出来 那不包进去 因为包进去的话 它的表现会更好 因为这几个经济体的表现都非常好 那我们在分开在一带一带的陆带地区 这个指标总共有100多个 但是它简单来说有个100多个是有个总指标 总指标之后它分这三个部分 三个部分一个叫做基础的就是发展动力的一个一个指标 然后一个就是效率的可以强化那个效率的一个指标 还有一个就是创新的一个指标 所以基本上一个总指标 还有一个就是三个次指标 当然它里面还有分个十个 十二个那个pillar的 那这个我们就不长系了 那然后我们把它分了之后 把它弄出来 那这个数据是长期发展 11年的数据 我们那个时候去做这个数据 那个分析也花了很长的时间 把它compile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深色的那个就是陆带地区 绿色的那个就是非陆带地区 那你就可以看得到就是这个总指标里面呢 陆带地区的发展 原本是2019年之前是比较低的 然后它是不断的一个发展上去 那上升的轨迹是比较强的 那绿色的那个非陆带地区 它就反而是缓和 然后到了2016 17年的时候才有更大的改变 那当然这里有这个重点 大家注意点是2009到2010的时候 它是开始有个拐点出现 那当然主要点我们后面有一个分析的 这个我们后来写的一个报告 发表出来的 这2008年的时候是个重要的拐点 那个刚好就是那个 美国的那个金融海啸的那个事件 这个值得注意的 我认为这个是导致它的 后来整个经济体的发展 那再用那个三个部分这去做分析的时候 你会发现基础要素的指标的时候 你会看得到 也是2009年的时候出现一个拐点 也是2008海啸的一个冲击 那还是陆带地区的表现明显的 上升出度比较快 尤其是2009到2012年 那段时间发展更快 那后面的时候 当然有一段时间就是那个非陆带的 他也追起来 但是你也看得到陆带的还是明显的 这个是基础的部分 再讲一下那个强化效率的指标的一个表现 就是要提升一个市场的效率 什么的 你也可以看得到就是那个陆带的地区的表现 还是比非陆带的要好 当然就是讲个2009年之后的一个表现 当然后来的一段时间 他们上升的速度 其实是同样的一个部署的 但是还有看得到陆带的是比较好 这个部分就比较特别 那个就是创新 创新增进就是那个指数 这个指数里面就是非陆带的 它是比较强很明显的就是把陆带的地区抛离 但是它的差距在不断的在收缩 那就是说明那个陆带地区的改善 是比非陆带的地区还要好 但是当然它两个地区还是有距离 那这个是明显的 另外一点我们专门把这五个地区再做一个分析 那这个五个地区里面就是说 你会看得到红色的最上面的 原本是那个中东和那个北非的部分 但是后来就是被东南亚的那个追上去 东南亚的其实也是蛮高的在上面 所以五个地区里面 你看得到就是会比较在下面的部分是南亚 那但是会看得到就是东南亚的地方 其实它的表象还是非常突出的 那从这里就是回到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 里面也今天早上也说过很多个部分 海外华人就是有不同的说法的 在海外的一个总数 有六千万或者七千万也有不同的说法 但是潮州人 刚才关州有说过 其实我们其他的学者今天也说过不少 潮州人在海外可能有一千万到八百万到一千五百万 刚才关州的时候 那个也有不同的说法 但这个是估计的 有一定差异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 它的绝大部分 刚好就是在东南亚 就是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图的时候 东南亚是在上面的 它的竞争地 那刚好或者是当然就是那个中东那个部分 和北非了 但是那个部分 刚好也是比较多潮州人在那边的地方 那我们就认为这个里面 潮州人在里面有一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贡献 那他去推动这个发展的时候 东南亚还是重要的在地区里面 在地缘政治里面重要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动力所在的 那最后 作为结语 因为时间关系 我简单的就是要提到一个 这个重要的 一方面是历史的一个回顾 当然我们讲到朝鲜人的时候 很多方面都说过了 因为很努力 很用功 很勤劳 那我比较看好一点是他有敏锐的 企业家精神 因为我本身是研究企业家精神 作为进入点的 这个里面我看到潮州人 是很有这方面的一个敏锐的商业主角的一个部分 这个是Shaw Peter提到的那个 那个创造性的那个企业家精神里面 所以他敢去去 敢行走一路 所以这个是重要的 那讲到这个潮州人 潮州人 香港人或者是什么的时候 我有自己的一个体验 那个体验就是 我小的时候 通常听过的就是有水的地方 就有潮州人 到了我大了一点 我会听过的就是 因为我做研究嘛 就是说 有生意做的地方 就有潮州人 到了真正去做生意的时候 我其实发现 潮州人比我们想象中复杂 有很多方面 有穷的人 有有钱的人 有知识分子 有国家大师 所以他在不同的行业 不同的部分都有 真正因为他不同的部分都有 所以我认为他在推动 一带一路的时候 有他的重要责用 我早上有提过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我们碰到 一个什么样的格局 刚才那个 潮州也提到 这个大的一个变局里面的 一个情况 我反而提两个方向 给大家思考 我认为这个更加会改变 整个大的一个环境的 我早上问的那个气氛的问题 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 COVID-19发生之后 我们都知道他对经济的冲击非常大 但是在我们民间或者是社会的思考 重要在哪里 在应对COVID的时候 发达国家 应对到并不好 反而是 亚洲地区应对的更好 缘织在哪里 现在没有探讨 但是我认为这个和亚洲发展动力 或者亚洲文化还是有关系的 这个是第一个 值得大家思考的大局变化 第二点乌克兰战争 乌克兰战争是战后以来 第一次有大型战争 发生在欧洲本土 过去一发生在欧洲本土 就是大战 世界大战 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所有的战争都不是在欧洲 为什么现在在那边会拖垮他 所以这个就是大局的改变之下 我认为会有很快的 一个另外一个大局的改变 就是一带一路 所以这个就是我简单的报告到这里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